第164节 原家 夜里北风凛冽 顾锦芝躺在床上 听风卷起残肢 扑朗朗拍打着 呼吓而过的风 搅乱了夜里的安静 这样的大风 会不会刮下雪来 顾锦芝想着 就翻了个山 继续睡去 凌晨的时候 听到外头 有稀稀粒粒的声音 是雨敲打着屋檐和窗台 声音不大 若情意泉泉地泥南 而后近身 雨变成了雪栗子 滚滚落落 草草切切 过了不知多久 又渐渐安静下来 风没了 雪栗子也没了 是飘雪了吧 顾锦芝却没什么睡意 简背里很暖和 她拥背而握 心里不知道 在转悠些什么 她最近这些日子 总在老爷子那里陪着 昨晚吃饭的时候 顾锦芝留一道老爷子的手 已经枯瘦如干柴 她心里就酸得厉害 这一脚的她一夜不能安静 毛初起了床 丫鬟服侍她梳洗 窝子里点了灯 外头仍有光透进来 这么早 是不会有这样的光 外头好大的雪呀 顾锦芝还没来得及问 她的丫鬟尾蕊 就跑了进来 笑着对她道 姑娘 外头又落了大雪 院子里满满的 咱们上午 又堆雪玩吗 顾锦芝和泥上几个 都被韦蕊逗乐了 顾锦芝的这些丫鬟 都是在严陵府的时候选的 他们长在江南 从小没见过北国雪景 到了京里 第一场雪 泥上几个都惊呆了 满院子捧雪玩 欣喜不已 去年一个冬上 下了七八场大雪 大家渐渐的 就不那么新奇了 当然 韦蕊处外 顾锦芝就笑了道 我今日要和夫人出门 你们自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韦蕊大喜 连忙拉幼河的袖子 幼河哭笑不得 还没有玩够吗 我可不陪你疯 夫人让我赶姑娘春上的中衣 我不得险 韦蕊又看纸雷 纸雷敏唇笑 垂手用梳子沾了桂花油 慢悠悠地梳理顾锦芝的头发 韦蕊见这两个大大不理睬的 就看向了泥上 泥上瞪她 你是姑娘身边的 你外头疯 外头的小丫鬟更是不得了 这院子里还有规矩没有 你这样想玩 等会儿 咱们去收南花园的辣梅花上的雪 放在青花瓣里 埋在地下 等着来年泡茶吃 顾锦芝就哈哈笑 她从来不这样吃茶 泥上也不知道从哪里雪来的 雪 不过是雨的另一种形式 什么无根之水 实则是天地间的表面水 蒸腾到了云层再落下来 什么脏东西都有 泡茶并不好些 还不如井水 吃得放心 顾锦芝笑吧 倒也没有阻止泥上的乐趣 就到 多收两摊 顾家这院子花园子多 外院东西巷有两个 内院的南北巷也有两个 充满了各色的花卉树木 南花园离顾锦芝这院子近 丫鬟们也常去玩 泥上笑着道士 又何不想陪韦蕊打雪仗 却也想去南花园逛逛 收梅花上的雪 既好玩又雅致 她便道 我也去 你也去了 等会儿谁跟我出门啊 顾锦芝故意的 替顾锦芝梳疏头的纸雷笑着道 姑娘 我陪着你出门 他们一去疯丫头 让他们自己闹去 顾锦芝去笑着说好 打发了顾锦芝出门 纸雷带着几个丫鬟婆子 撑伞陪着 助妈妈坐在东四间 做针线 泥上就去小阁楼上 翻出了两只中等的青花瓷帽 带着两个小丫鬟 和又和韦蕊去了南花园 助妈妈忍不住笑 她抬头看了一眼 只见泥上和又和 拼了顾锦芝的旧缩衣 而韦蕊嫌弃不好看 就只穿了顾锦芝 赏给她的那件灰鼠皮斗篷 带了观音灯 外头扔在下雪 大雪很快就落满了韦蕊的观音灯 助妈妈一阵好气 忙起车去喊了韦蕊 戳了缩衣再去 回头打湿了衣裳 忍了凤寒 又要姑娘替你操心了 韦蕊正是小孩子心气 哪里肯衣呢 助妈妈又是她亲娘 她对助妈妈的话 充耳不闻 她笑着 转身往外跑 助妈妈气得跺脚 又和就回来 另外拿了叫缩衣斗笠 追尾蕊去了 助妈妈这才放心 顾锦芝 到了母亲的正院 用了早晒 宋帕儿看着外头的大雪 有点烦躁的 唉 这样的天 出门路也不好走 四姐的婆家 袁家 离顾宅比较远 似乎要很快半个京城 宋帕儿也不知道 今天会下雪 等上了道 露面结了冰 就更加难走了 顾锦芝乐观地 安慰着母亲 今天还算不错的 宋帕儿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助中军也进了那院 听说顾锦芝要出门 他也想去 宋帕儿觉得不妥 就到 外头路不好走 您留在家里 让母亲啊 给您做点点心吃 顾锦芝也这样道 朱仲军就说好 没有再坚持 正远门口 在有粗壮的婆子 抢了迅罗轻微小油车等着 顾锦芝先扶了母亲上车 自己 再跳了上前 到了锤花门口 才换了滑盖流苏马车 后面跟了辆猪轮马车 给随行的丫鬟婆子们做 外头落雪 车夫不敢快 慢悠悠的两个时辰 才到了原家 出来迎接宋帕儿和顾锦芝的 是三个年轻的女人 她们都穿着斗篷 由丫鬟撑散扶着 其中一个惊鸿雨段斗篷的 就是顾锦芝的四姐 原家的三奶奶顾山芝 她比在娘家的时候 风鱼了些 圆圆的脸就更加嫩白 如满月 这个年代的人喜欢这种面相 说这种面相忘夫 另外两个 一个穿了银红色紧段斗篷 一个穿了眉红色大团花斗篷 轴里三个站在一起 很是喜气 却不见原太太 苏帕儿眼睛转了一圈 原家三位奶奶忙行李 四姑娘就把两位轴里 介绍了一遍 她指了指 眉红色大团花斗篷的女子说 这是我二嫂 然后又指了银红色几段斗篷的 这是我大嫂 几个人又行了一遍礼 我娘生病了 几人越发下不得床 让三婶巫怪 四姑娘又道 苏帕儿自己跟原太太没什么接触 她只是听了大夫人说 原太太处理四姑娘的两件事 觉得原太太是个很能干又精明的女人 那样的人不会轻易去得罪人 结下仇怨 定是真的生病了 我也不知道亲家太太身子抱恙 宋帕儿自责道 若知道啊 本不该今日来砸脚的 两手空空 不成体统啊 您客气了 原家大奶奶忙笑着说 平日里请都请不来 您等来 喊涉蓬壁生辉啊 苏帕儿就笑了笑 反正她今日只是带着顾锦枝来看四姑娘的 而原家的众人却不知道她的目的 我去看看亲家太太吧 苏帕儿又道 原家几位奶奶就忙拦着 哎呀 不敢惊动您 等过些日子她好了些 您再去瞧吧 别人房里有晦气 客人是不好去的 苏帕儿见原家几位奶奶懂事 就笑了笑 他们领了苏帕儿母女去正厅喝茶 苏帕儿道 既然亲家太太在静养 我就不多打搅了 我去山姐的院子坐坐 两位奶奶各自忙去吧 原家两位奶奶就疑惑不已 两人相视对望了一眼 最终原大太太和二奶奶 还是陪着宋帕儿去了顾山芝的院子 坐下来凤了茶 两位奶奶才告辞 顾山芝就问宋帕儿 三婶儿您这么大雪的天来 可是有什么急事吗 她神色里有了几分忐忑 宋帕儿便知道误会了 笑着道 昨日下帖子 也不知道今日会落雪 既然说了要来 断呼不好落雪 就拖大步出门的 倒没什么事 只是德飞娘娘总记挂你 仅仅每个月都要进宫 去给德飞娘娘看诊 德飞娘娘托她来瞧瞧你过得如何 娘娘不太放心旁人说的 总担心你过得不好 顾山芝眼睛就湿了 她哽咽着道 我也听人说娘娘怀了龙肿 心里不知道多欢喜呢 我特意请了尊菩萨回来 从知道娘娘怀了龙子开始 我就没有再吃荤的 我许了愿 只瞻念佛一整年 只怕娘娘母子平安 孙帅儿倒没有想到如此 她也有点感动 她总以为二房的姑娘们感亲切 不成想四姑娘和六姑娘倒真有点亲信 你心诚则灵 娘娘会母子平安的 孙帅儿道 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啊 姑爷对你可好吗 要是有人欺负了你 你告诉我们 我不和你大伯母说 只告诉娘娘 娘娘替你做主 顾山芝就破题为笑 没有 我过得很好 顾山芝抹了抹泪 我婆婆人好 心又细 说话柔胜细语 不管是我们媳妇 还是小姑子 都能一碗水端平 总怕我们委屈 瑟瑟想得齐全 我白活了这么多年 如今才有了个亲娘 说吧 她眼角为师 孙帅儿则哑然 顾山芝也太容易感动了吧 元太太自然不会亏待她的 这一点孙帅儿知道 顾山芝却说元太太是亲娘 她是多么嫌弃她的圣母啊 苏帅儿见顾山芝颇为动容 就没说什么 只是笑着道 我也没好好和你婆婆 续道续道 偏偏今日不凑巧 她又病了 顾山芝想起这个 又觉得心疼 她转眼 看到了安静坐着的顾锦知道 我婆婆的病 只是点疯寒 可吃了药 反而不奏相 锦姐 你能去看看她吗 好啊 顾锦知道 虽然元家没有请她 可她到底名声在外 旁人都知道她有医术 既然遇上了元太太生病 不看看就走了 总不好 顾锦知 元已是打算等走的时候 再去小讲 如今四姐开口了 她就很痛快的 答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